要不你打我一顿吧 把情绪发现出来 心里会舒服一些 我不想回去 我没想让你回去 我只是想留在这陪着你 这个世界上 最让我伤心的人就是你 我最不想要见到你 我好不容易甩掉你 现在斯达又来添堵 我拜托你们 我只想静一静可以吗 若楠 你还好吗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喂 静默哥 若楠姐在你那儿吗 他不在 怎么了 老板发飙了 说他再不出现 就马上开除他 但是我给他打电话 他一直都是关机 我看过新闻了 这对若楠来说 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但他将来都是直面问题的人 怎么可能突然失踪呢 其实 今天还发生了一件事 你都干了些什么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 我只是把我的真心话说出来 我有什么错 我现在有能力保护我姐 我不希望只是在做她的弟弟 真心 所有人都知道你的真心 所有人都知道你的真心 但大家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这份关系 他很珍惜你这个弟弟 所以他要帮你实现梦想 可你呢 非要把这层玻璃质捅破 他不能接受你的感情 又不能伤害你 所以这份真心 只能成为沉重的负担 你凭什么指责我 是 我是会成为她的负担 可你呢 你只会给她带来伤害 那你不是在伤害她吗 她都被你逼走了 那我从始至终心里 也只有我姐一个人 我能做到专一 忠贞忠诚你能做到吗 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行了行了 你别再吵了 现在最关键的是 要找到若南姐 秦莎说得没错 现在的当务之机 是应该找到若南 奔走去找吧 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做这么任性妄为的事情 伤害到若南 我不会放过你 实际上 你不想到若南 你不想到若南 不想到若南 忙了 太好了 我今天拍下了 那我 哥 火锅钉也没有 找不到热难间 我来医院也找过了 没有看到热难姐 我觉得她应该会在一个 安静熟悉又有安全感的地方 热难 热难 你走吧 我不想见到你 热难 要不你打我一顿吗 把情绪发现出来 心里会舒服一些 我不想回去 我没想让你回去 我只想留在这儿陪着你 这个世界上 最让我伤心的人就是你 我最不想要见到你 我好不容易甩掉你 现在司打又来添堵 我拜托你们 我只想静一静可以吗 那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啊 你去哪儿不行非来这里 证明你心里还有我对吗 你现在很需要我 不要再骗自己了 你回来啦 等你等的腿都酸了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吗 你还回来找我干吗 是 我知道我们的感情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们病患的关系没有结束啊 你怎么了 又生病了 最近身体一直不舒服 看来只有你能治好我了 都还没冤枉吗 没有